記底作帳要來了嗎 業內主力盤 投信作帳了 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財經急診室 我是千涵 今天歡迎華信投顧邱鼎泰分析師 老師好 千涵妳好 全國同學大家好 老師最近的台語 是呈現一種金金掌的態勢 尤其是貴買指數的一些中小型股 也表現得活蹦亂跳的 是不是因為記底投信要作帳了 當然這個很大原因 我想我們頂台股新攻略 標題都寫業內主力盤 那業內主力很簡單 主力盤就是小型的 小型的公司 股本比較小的 那業內就是投信 那你看到聯準會最近這些動作 美股是很不平靜的 對啊 所以外資只會賣不太容易大買 因為他也在等你聯準會到底 這個謎底揭曉到底怎麼樣啊 你升起兩碼有兩碼的說法 我想升起兩碼現在是共識 大概70%了 大概就在兩天之前才20% 那一下子包爾聽證會講完話就變70%了 一般來講65%大概就已經成為一種事實了 聯準會的利率政策那種慣性 但是不管那你升兩碼到底是利空開始還是利空出境 你還有時間要做觀察 就剛才我跟千冠在聊天的 你現在業內主力啊 現在趕快做一做 第一個你有很大的觀念 就是因為歐洲股市沒有跌嘛 對 所以你可以賭它是可能是多頭 或者是利空出境啊 好萬一最不計啦 這個大家要解讀真正的利空來 因為聯準會一年有八次會議 沒錯 那36912這四個月一定會有 那這四個月很特殊 他會後會接受記者的提問 那記者的問題啊 這個千變萬化 沒有人知道包爾會講出什麼奇怪的話出來 這很難講很難去猜測 所以利用這個空窗期的話 市場上的業內主力正在賭一把 那業內就是投信本土法人 本土法人剛好面臨到所謂的作帳壓力 那提前作帳有什麼關係 在320之前啊 這個聯準會利空就把他做完帳就好了 對不對 免得之後的話一大跌他來不及收場 對不對 你懂我意思吧 因為投信那個部位那麼大 對不對 這是觀念 好 那我們慢慢來印證給大家看 什麼叫業內主力牌 標譜 我覺得到底利空出境還是利空才開始 這個就是最有名的叫Michael Wilson 他這一條線很重要 他說過了這個就是新的熊市 因為新的牛市 因為他是去年華爾街最有名的大空頭 這個東西我今天會在我的節目上好好的講清楚 你只要記得突破 他認為突破就是牛市 沒有突破就是完蛋了 熊市開始 熊市開始了 那這個轉折人就是320 320之後呢 美國聯準會利率會議 所以你記得這一個 所以我特別寫一個 Michael的4150 你記得這個價位 好 那他為什麼呢 答案在這一張圖表上面 你看我們可以稍微放大 沒關係你可以看我台股新工業 他有沒有講4150 有沒有在確認新牛市 那內容是漏漏灯的 不要管理了 好 那美國股市的個股 我們挑一個給大家看 這高檔沒有跌 美股最近事實上不怎麼樣 他沒有跌 有沒有 然後這一檔股票叫輝達 昨天收盤價創新高的 那這個就是為什麼今天威盛這麼強的原因 威盛強就是這個 因為威盛要供應鏈 那再來我們價錢指數就是停在這邊 突然間空氣停住了 那小心股呢 不要換天 為什麼呢 因為要嘛就做帳 要嘛就賭一把 對不對 都是要做帳 萬一你這個聯準會動作太大的話 股市暴跌 投信怎麼可能不在之前先砍一些掉 要砍之前一定先拉高 這樣知道意思嗎 這樣各國的股市也都沒有很差 台積電明天的營收公佈 上個月的營收公佈 那當然這個16號他還有要除息 是 這個大家都搞在一起了 所以這是不是關鍵的 3月很多事情要發生了 對 然後明天晚上還有那個飛農數據 好沒問題 那創意呢 創意就是這一波代表股的CHAPGPT 對 那跌下來是因為他中國的貿易夥伴 對大客戶啊 被美國制裁 任列這個實體清單 制裁他 所以他就跌下來 不過有點指紋了 為什麼因為同訊法人一堆在裡面啊 你不能直接砍出去啊 所以叫拉高出貨 當然威盛才是最主要的 我也跟大家講 威盛 我市場股要再講一遍了 創意 威盛 艾浦 還有那個四星KY 那這裡面我就看好是威盛 因為涵蓋所有的CHAPGPT 都是他 他唯有確定基本面不怎麼樣 可是股市不是這樣看未來的 但是這個逢高也應該慢慢做調節 然後宏達電呢 今天也稍微被他帶上來了 去年就賠了4塊多嘛 不過這個東西是連鎖擺印的 威盛集團應該也會在這個季度裡面做個帳啊 這個都會牽動的 那長榮呢 大家對長榮抱的寄望不高 可是我還是要講他 我說他機會來了啊 那今天我會在節目列一檔 我要跟你做跟長榮做比較 我覺得他是個機會 長榮我認為也是個機會 長榮這個就是業內 創意這個是業內 宏達電這個也是業內 那股本比較大業內 好那南電也是業內 南電不要忘了南電是元宇宙 他是輝打在台灣重要的 這個宅版的最大供應鏈 知道嗎 所以他不做 你看他不做 那業內要不要做帳 要啦 沒有漲到嘛 因為這個跟日本股市有關係 所以只要日本股市沒有跌 這些都有機會 星星因為今天有利空 財報不好 不過因為南電上來 明天他就漲漫 好大眾控就是我說的 車用運動 大家就要注意這檔股票 你看這個表現這麼好 我不是亂蓋的 好先進光 從大眾控到先進光開始進入主力股 這個就是小型主力股 這樣基本面也都普普 但是因為蘋果的頭盔 可能會慢慢推出來 所以已經先領先發動了 林寢這更不用講了 這標準的主力股嘛 天天都在挑紅漲停 那森達科也算主力股 半個主力股 因為他是所謂的 低軌道衛星的最知名的 那想到這一檔的話 注意到想到這一檔 因為你要去做他困難 對他漲上來了 你不如不漲他做他 這就是我跟大家講的 這一段時間 請把握最後的上車點 跟最後的賣出點 提供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是 謝謝老師的分析 想要知道更多財經的最新消息 就要趕快加入老師的Lighter跟Tirgon 財經急診室 我們下次見 掰掰 你想賺錢嗎